东华大学是台湾东部最具示范指标的国立大学 除了腹地广阔、设备往下还有丰沛的学术资源 这次在花莲县政府权力支持下 希望可以争取到116年到118年间 大专院校运动会的主办权 也把睽違20多年赛事再次搬回花莲 花莲县近几年来积极争取办理各项大型体育赛事 不管是全民运或是全中运 在场馆的要求都是符合国际标准 而县赋也在其中累积经验 除了将国际赛事带来花莲 国立东华大学这次也在县赋权力的协助下 希望能争取到116年到118年间 大专院校运动会的主办权 感谢我们的署里面给花莲县政府 我们现在申办的是世界荣州俱乐部 锦标赛在花莲2026 那另外也要申办的是世界上名运动会在花莲 那为什么 这个委员都很认同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全中运全部把场地场馆都整理好 所以我想打造全民运动 台湾是这个运动岛 那花莲我们更目标是 让花莲成为我们大家的健身房 还有运动场 这是我们希望内外都建筑的 全大运评选委员一行人 日前也在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 房瑞文的带领下请自来到花莲 除了听取简报说明 也仿视了赛事的相关设施设备 东华大学是全国教育部下属的所有单位里面的绿电发金量 全国第一 包含游泳池 包含网球 包含篮球 都是全部光电 我们绝对有这个 qualification 让全国看到 我们响应政府政策 在全台湾最具有光电潜能 而且有实际成绩的大学 来举办一场 全国大专运动会 很竞争 包含师大 包含清华 有八所学校 八九所学校竞争 这三所 三个名额 非常竞争 但是我想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今年一定要尽全力 希望无怨无憾的 去得到这个机会 没有一所大学 即便是专业体育大学 在设备上也吸引过我们 但是在整个整体的环境上 我们有绝对先天的优势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优势 能让中央 让大家看到 来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 替花莲 替东华争光 东华大学是台湾东部 最具示范指标的国立大学 除了腹地广阔 设备完善 还有丰沛的学术资源 这次在花莲县政府 全力的支持下 希望能将 睽違20多年的赛事 再次 搬回花莲 记者徐立芹 搜封箱报导